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一位女性自菲律宾返国确诊 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召开临时记者会 因为台湾又新增一名从菲律宾返国的境外移入个案 案480 20多岁女性年初到菲律宾 7月30出现咳嗽流鼻水 8月4日嗅觉异常 8月7日返国通报裁检后 8月9日才确诊 目前全台累计确诊数达480例 8月12号起 是菲律宾抵台的所有的旅客 一定要配合我们要到集中检疫 全部要集中检疫 指挥中心下重手 严管飞国入境旅客 因为从7月至今32例境外移入 其中20例就来自菲律宾 采检阳性率从一开始的0.8% 现在已经升高到5% 检疫旅馆也好或居家检疫也好 它管理的强度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完整性 都没有集中检疫好 一个月份大概700多人 等于是说一个礼拜如果出以4的话 大概就是100多人这样 至于针对台大公卫学院 在彰化进行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 传出出现多名抗体阳性者 质疑社区已经有隐性感染者 从疫情爆发至今 不管是敦目舰队还是日本女留学生 台湾陆续出现实例找不到感染源的情况 指挥中心还是强调疫情可控 至于这两天外交泡泡也引发关注 要在美日两国前展现台湾防疫实力 诚实中言谈中轻松以对 但心中还是不敢大意 欢迎新闻林静田林凯伦台北报导 大家一看一看